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生动活泼传媒旗下 硅谷早知道第四集 这个世界因科技创新而区别 那就请和我们一起在最前线 观察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变化 影响和机遇 今天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的是 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马瑞 他有丰富的一级和二级市场的投资经验 并且是英文播客TechBuzzChina的主播 TechBuzzChina主要覆盖科技中概股的一些内容 哈喽马瑞 哈喽哈喽 对 今天我们这个要一起来聊一聊瑞幸 因为在我们今天早上就是4月2号 中国的这个4月2号晚上了 然后就是一早上起来就发现了 这个手机都被刷屏了 就是瑞幸的这个创始人这个字报 他们有22亿交易额的伪造的额度 所以我想要从你的角度来了解一下 因为你做这个TechBuzzChina节目 其实有很多的华尔街或者是这个美国 这样大概来说他们的这些投资人的一个看法吧 所以对于瑞幸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说 它18个月光速上市我们知道 然后它市值超过了82亿美金 在华尔街这样的投资人的眼中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我觉得华尔街喜欢瑞幸的投资者 绝大部分把它是认为是可以敌对星巴克的一个公司 而那也有很多很多人觉得 瑞幸不是一个很靠谱的公司 所以要看了 所以在这样的投资人眼中来看 他们其实是还是比较相信这个瑞幸 他们这个披露的他们的一个营业数据是吧 并没有说一开始有很多人有持怀疑的态度 在18个月去确实是一个特别短的一个事件 对我觉得它在上市的时候 就pre-IPO有一轮是大概有一轮是1.5亿美元的一个融资 然后是BlackRock投的 我觉得这个对华尔街的很多投资人 给这个瑞幸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信任 所以是有这个黑石 BlackRock黑石他们来做这个背书 所以很多的其他的投资人还是蛮信任黑石的 所以就信任了这个瑞幸 那这个能够说明是黑石 他没有做好他的这个禁止调查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个调查没有完成之前 不能下这个定论 因为在黑石头的时候 这个是上市之前 很有可能当时它的数据是真实的 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个 它的交易虚假 讲的实际上是去年二季度开始的 我看了一下 它的大概的是说是这个二季度到第四季度 所以应该是三个季度 然后三个季度的这样子一个时间 然后他们是22亿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的营业额 但他们整体在去年他们披露的是29亿 这个数字还是蛮可怕的 当一月份的时候这个浑水做出了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看到一些投资人 他们的是对这个是什么样的看法 是觉得对瑞幸就心心大跌了呢 还是觉得浑水其实这一次也做的不是特别这个彻底的调查 我觉得实际上第一浑水当时收到的报告是匿名的 是一个80多页的一个报告 然后他又把整个报告放在推特上 当时我觉得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浑水这个报告是可信的 因为如果你自己去仔细读的话 它里面是有非常多的数据 可是当时呢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也是有名的这个做空的fund 叫湘元Citron Research 那他们实际上也是经常去short sell一些公司 可是他们当时就说 我们觉得这个报告是不可信的 因为我们自己也做了禁止 然后我们的禁止给我们的结果是说 这个股票应该还是我们还是愿意买的 我们觉得还是要应该加仓的 当时还是有过半的人应该这么讲 相信浑水的 因为瑞幸当天就跌了10% 然后在那天当中实际上它跌了20%多 可是最后那天close的时候它跌了10%多 所以当时浑水它不是自己这个出的报告 它是第三方有人匿名给它发了这个报告是吗 对 然后citron刚才讲的那个湘元商 他们说自己也收到了这个报告 这个匿名报告我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我觉得应该有好几个投资机构都收到了这个报告 然后呢浑水是觉得这个可信度非常高的 这个还跟我这个读到的一些这个新闻好像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他们自己好像是雇佣了这么多人 然后去做了这样的报告 因为当时的这个所有的舆论全都是针对浑水 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 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披露这样的一个一个事情 然后把等于说他们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又带到大家的这个面前 对那这个确实是我之前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对浑水了解多不得 他们还披露了一些什么著名的案例吗 有好多个吧 之前我们讲那个Synaforce是加拿大交易所 历史来最大的一个虚假交易的诈骗的公司 260亿美元的总额 然后当时也是浑水披露的 Synaforce叫加汉林业 这是2012年的事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直是用这样的这个披露 怎么做假 然后用长期的这个买空 然后这个看跌 然后方式来赚钱 这个就是他们一直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是吧 对 就是他应该主要的战略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浑水 当时的这个89月的这个报告吧 它罗列了大概五个这种 smoking gun evidence 就是确凿的证据 然后和六个red flag危险的警告 然后都是在说 他们在捏造公司的财务及运营的数据 他们关于数据提出的质疑 有这个虚增商品的销量 然后消费单品数在持续下降 然后虚增客单价 虚假陈述广告的投入 然后瑞幸其他的非咖啡品类 其实占比只有6% 然后他们自己披露的是20%还要多 20多 对对对 那是一个很大一部分 我觉得因为这个上很容易掉出来 BCC实际上 也就是那个香园看的那个报告里 也有讲说 非咖啡的食品上比例没有那么多 他在公司经营模式方面 就提出这个质疑公司提出的这种咖啡生活方式 认为中国是以茶为主 咖啡需求增长其实很缓慢 然后第二个是公司客户对价格非常敏感 一涨价 然后客户就会流失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知道 在国内基本上大家都是拿卷才去喝 不拿卷大家就去喝星巴克了 对 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瑞幸打的 美国投资者可能不理解 就是说 瑞幸说我们去聘用了 比方说意大利很有名的 什么做咖啡的那个咖啡师啊什么的 可是实际上在国内 很少人对咖啡有那么深的认知 对吧 而且他们的认知主要都是来自星巴克 星巴克告诉他们这是好咖啡 他就觉得 哦这是好咖啡 对吧 实际上没有那个文化 没有那个咖啡文化嘛 对吧 当前的商业模式经营 很难看到利润 因为发卷发太多了嘛 然后公司产品无差异化 然后客户价格敏感前 无差别选择产品 然后奶茶店其实是持续的 搞非常多的差异化迭代 然后瑞幸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特点 即使他们在这个 有这个小鹿茶作为一个新的品牌 那其实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这种 法律相关的一些经营风险 这是之前的浑水的报告里面 提出的几点 所以我们现在看回来的话 那基本上这几个 都是有确凿证据的 对吧 我有一些数据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那六个 因为后来我自己看的这个报告 像是有一个公司叫JCAP 他也是一个short seller 然后他去看了一下Citron 刚才讲的那个香园和浑水 他两个不同的净值报告 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对比 实际上香园本身收到他这个报告 他的第一页上 他们用的是一个公司叫 Business Connect China 应该是在上海的一个expert network 然后这个报告本身第一页 自己都有讲说 这个瑞幸的数据有一定的夸大 所以他自己这个 像Satron的research 自己收到的报告 就已经说了数据是夸大的 只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当时 没有觉得像浑水收到那个报告 浑水收到那个报告 其实是绝大部分参加 那Satron觉得好像 Business Connect China这边说的 好像造假没有 比例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们就觉得OK 我记得当时这个浑水 对瑞幸的指控 一个是他们有一些这种跳单 就比如说是他们的这个总部吧 然后给每一个门店的这些要求 就是我们以后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数据 不是说是按照可能就是数字的顺序 比如C12 C13 C14 这样的顺序来做每一个这个账单 他可能中间会跳数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concern 那这样的其实是 这非常明显的一个做假的手段吧 对不过实际上在去年11月 就瑞幸咖啡已经 不再使用那个订单顺序作为收据 所以如果你去查他的订单上 也看不出来什么 不过确实是这个是去年11月份 才开始做的 虽然说是可能这种相远 对他们的这个舆论来说 是有一定缓解压力 像你刚才讲的 也只有10%的这个当天 只跌了这么多嘛 为什么这个两个月后的今天 才真正的算是爆雷了 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吧 我个人认为很大的一个原因 还是说很多华尔街的投资者 可能对这个瑞幸这个模式 还是理解的不够深 所以一直把瑞幸当为 就可以战胜新巴克的公司 如果你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来去看瑞幸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他们做的实际上还OK 他没有认真的去看浑水的report 不过也确实是说 这个浑水的report 它因为是匿名的 所以如果你除非自己去 真的像这个report里 这个report是雇用了 92个全职调查员 和1000多个 1400多个兼职调查员 如果你不自己花这么大的费用 和时间去做禁止调查的话 你可能也看不出来什么 其实这个还是蛮大的一个规模 对这个瑞幸的一个调查 因为一直没有这个披露 这个到底是谁 什么机构来做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 对没有 就来对比一下吧 就是浑水拿到这个report 他们觉得可信度很高的 和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湘元拿到的report 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浑水这个report 第八十几页 然后雇用了将近100个全职的人 然后还有一千多个兼职的人 录了一万多个小时的录像 然后呢 湘元做的这个report 像他们只查了 一线城市的十家咖啡店 然后只是抽样调查了八家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个禁止调查 像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规模 可能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个匿名的这样的一个人 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雇了这么多人 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到浑水 那他们的这个利益在哪里 这如果是一个题外话的话 我觉得很容易自然想象到的 就是说他们自己应该是对这个公司 有很大的怀疑 所以自己也是准备做空的 浑水是作为一个长期做空 他们实际上也不是完全做空了 不过他们很大的一个 就像我们讲的 他们很大的一个战略是做空公司 然后他只focus 只集中投资中概股 所以如果你要做空一个中概股公司的话 如果你能拉进浑水 来讲你同样的一个故事的话 我觉得这个做空的几率会高很多 所以他想把这个整个的舆论先准备好 然后一起来做空这个瑞幸 就是他们可能是这个机构的一个 最初的想法 对 如果你要做空一个公司的话 你当然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很多很多的证据了 你不能只是说 你们是作假对不对 所以他们准备了相当丰富的材料 不过拉进浑水是因为我觉得 浑水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投资者 在这个方面 Does that make sense? 浑水就是一个flagship 就是怎么讲 它是一个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名的 明白 就是他们这个算是行业标杆是吧 行业标杆对的 尤其是在做空中概股这方面 因为我知道你的这个播客 就是提供一些中概股 这个公司的一些信息嘛 然后主要的听众 其实是这个英文的一些投资者 所以是不是英文的投资者 他们其实对中概股的信息 真的是这个所知非常的少 所以才造成其实有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还是说这种二级市场的投资人 他们其实是这个 不是在净值方面做的特别好吧 在二级市场有非常多种类的投资者 那有些投资者 他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投资 那所以他不会特别在意这个公司的 比方说他可能不会去录像 去看这个公司每天的这个流水 因为他可能会对一个公司 做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调查 可能一年的时间这样子的调查 然后再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 然后可能持股就五年十年 这样子一个周期 这些公司的话 他们如果不对这个管理团队 有非常多的认识的话 他一般是不会投的 我觉得很多投了瑞幸公司的 投资者他的战略 并不是这种long term hold 他可能是把瑞幸看为一个 高增长的这个叫growth stock 他可能会对瑞幸的这个增长 更有兴趣 而并不是去看这个公司的fundamentals 这个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 他可能看怎么讲 他也不是看得不仔细 而是说他可能在打分的时候 会更注重这个公司的增长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一个investor的话 尤其是你可能会觉得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 已经有很多很有名的投资者 在pre-IPO就投了 然后在IPO的时候又增值了 怎么样 所以又又投更多了 因为实际上他们除了 他们除了black rock之外 还有新加坡的那个sovereign wealth fund 新加坡的主权基金GIC也投了瑞幸 实际上呢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growth investor 然后你又是觉得 OK有这么多有名的基金给我背书了 我可能在滴滴方面 就不需要那么仔细去看了 我看的可能就是说 这个business它的逻辑 它的doesn't make sense to me 那现在如果是有了这样的故事之后 那后面其实会不会 所有的机构投资人 或者是个人投资人 他们对中概股会有一些的这个偏见 还是会对这个 这种知名的基金会 已经以后不会相信了 不会说是跟着他们来买了 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呢 对我觉得知名的基金 还是知名的基金 所以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中概股的偏见实际上是一直有的 所以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就会说你看吧 中国的公司都不可靠 实际上我觉得有更夸张的是 瑞幸吧 瑞幸这个公司 我觉得上国内也有很多媒体 对它的很多数据有质疑 对吧 不过在美国上 你可以找到 当然不是很多 你可以找到有些人会说 阿里巴巴腾讯 这么这些大的中国公司都是作家 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公司 他们觉得中国的数据都是不可靠的 就是2010年到2012年 13年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实际上当时有很多公司 中国的公司 借壳在海外上市 然后相当一大部分那些公司 都是在账面上要作家的 就是当时那一波 我觉得有很多人 对中概股有非常非常不好的印象 不过那一波已经过了大概五六七年了吧 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差 我觉得 那是后面有一些 其实业绩还不错的公司 它其实把这个 大家的 就中概股的名声给改变了 洗白了 对 对我觉得 对 我觉得很明显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像我们在TechBus China 我们只cover互联网公司 或者高科技公司 瑞幸会讲它 主要也是因为它是互联网和 这个咖啡食品行业的一个 一个合体吧 所以基本上一般的说 我不会cover除了互联网之外的公司 那可以看到中国在高科技方面上 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公司 所以这个说不定也只是会 短暂的影响到这个中概股的 在大家 在美国投资人的这个印象 但不会说是有长远的印象 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实际上去年2019年 有428项这个集体诉讼 我没有去看每一项了 不过相当一大部分应该是因为 You know some kind of fraud 就是相当一大部分应该是 因为什么欺诈或者虚假交易啊 什么的 所以这个在美国上也没有那么少见 我有一个数据就是说 去年在S&P500当中 有7%的公司 有一个outstanding的集体诉讼 当然不一定是说 所有的集体诉讼都是胜诉 对吧 不过因为也有可能公司实际上是 没有做错什么 对被误告的 对对对 那其实历史上有没有说是 就是自曝自己的这种 可能财务作假 不管是可能是这个 管理不善或者怎么样 然后后面又力往困难 然后又恢复了的 还是大部分基本上 有这样的新闻出来 就基本上大家变成under dollar 然后就被这个就被退市了 对绝大部分应该还是退市的 不过因为我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去网上去查 还是对还是有一些公司 它可以recover的可以恢复的 像实际上有些公司 它的这个欺诈行为上是很大的 我找到了至少五个比较大型的 有一个叫waste management 它1998年 他们有17亿的revenue statement 就是收入是虚假的吧 应该比方说waste management 它1998年17亿的这个收入是虚假的 然后还有一个 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联邦做房贷的 当时2003年 他们有把自己的收入 多奖了50亿美元 不过这个公司还是在trade 所以我看了一些新闻 他们也是说这个瑞幸选择在4月2号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公开信 然后是因为美国很多投资人 以及律师事务所 对他们的集体诉讼 截止日期是在4月13日 如果他们不自己把这些造假数据 这个爆出来的话 他们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法律后果 你讲的这个4月13日 我不是律师啊 所以我只能说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 好像并不是说集体诉讼 4月13号就截止 而是说你要 如果想成为首席诉讼 就是lead plaintiff的话 你得在13日之前去报名 如果你是比方说 小股东啊 你不愿意当首席诉讼 你可是你觉得啊 自己还是受到伤害了 愿意加入这个集体诉讼的话 那应该不是4月13号 这样子的一个截止日 为什么瑞幸会选择在 这今天在4月2号 然后来宣布这个事情 为什么不是早一点 或者是晚一点 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 来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的猜测是第一 浑水收到和披露当时那个报告的时候 11月30号 所以作为一个公司 它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找我们所谓的这个独立董事 像瑞幸他刚刚加了两位独立董事 来再做这个审计 因为他的这个调查是需要董事会的一个separate 分开的audit committee 审计小会来去做这个审查的 所以他要他也要花一点时间去找这个独立董事 对吧 其实可能不一定是因为迫于这个诉讼的压力 我不是做法律的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应该很合理 就是说这个日期会推延 对吧 因为现在有应该有更多的人愿意站出来说 OK 你这个公司伤害到了我这个shareholder的权利 I mean I think I'm not sure but我看到的是 it's just lead plaintiff 然后lead plaintiff上很多人不愿意做的 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除非 一般来说就是除非你 你真的有自己很大一部分的钱 压到了这个公司上 应该你是不愿意去花这个时间的 因为所有的negotiation都变成 你来做了 对你了不了解瑞幸 它其实后面面临的一些这种法律风险是怎么样 因为我看有一些文章说是 如果他不做这样的一个自我披露的话 那可能面临的就是这个被迫清算 如果现在他自己披露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些余地的 我不知道这个你怎么看 如果让我去猜测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是因为公司 而是可能是因为自己管理层 如果比方说以后我们去做这个调查的时候发现 管理层上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 然后你没有披露的话 那你可能那个时候的责任就跟现在披露的责任不一样了 对他现在已经说是把这个COO 然后作为这个也不能说是带罪羊了 这个作为他们进行过内部调查之后 然后这个COO兼董事的这个刘健 然后已经辞退了 他是说这个其实虚假的交易 基本上全都是这个COO 然后导致的 对对对 你不觉得这个很神奇吗 就是这个COO好像 我看到报道是说 他去年9月份才出面见媒体 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 当然也是神舟邮车过来的 不过去年9月份之前 下半年之前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公司里是吧 就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 因为他不是一个经常抛面的人吗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就是被变成了带罪羊 还是真正的他 主要都是因为他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蛮大的新闻 如果公司这么讲的话 也应该是有一定的信心 来这么讲他的 可是就像你讲的这个 他们给SEC发的这个6K当中 有写不只是COO 也是除了COO之外 有一些其他的员工 然后还有一些related parties 就是相关的这个公司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交易 所以肯定不是他一个人了 几亿美元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易量 然后就是一年多都没有人发现 除了浑水和浑水的这个 匿名的保安的人 所以我觉得应该 应该是有很多人参与吧 所以你今天有没有说是看到 你的这个二级市场投资人朋友 他们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一个信心 对瑞幸的这个评价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我觉得 我不认识对瑞幸看好的投资人 基本上我认识的这个投资人 都对瑞幸不大看好 然后我实际上去年 我们10月份有带一堆投资人去中国 我没有见瑞幸这个公司 可是我们当然有让他们 请他们喝瑞幸咖啡了 然后呢当时他们想知道 就是说在主流媒体上当中 你基本上就听到瑞幸是对比这个 星巴克的 那我们当时带他们去看了一下 瑞幸的店面 然后他们就清楚的明白了 OK瑞幸不是星巴克 因为大家都不看好这个模式 所以其实这个 大家也还是蛮理性的 有一部分人他其实是 这个也是自己觉得 经过调查之后 觉得瑞幸其实不是一个 特别好的投资的公司 因为我觉得有超级多的迹象 就是说瑞幸就是第一 他讲的故事不是那么好做的 对吧 当然他有讲说 中国人只喝几杯咖啡 那如果你跟欧美国家 就是每年一人喝 一两百杯咖啡的这个人口去比的 那当然咖啡低很多 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咖啡因 实际上这个muddy waters 浑水的那个报告里也有写 对吧 咖啡因的这个捏取量 实际上中国人跟欧美是差不多的 只是中国人是喝茶而已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很容易理解 实际上这个市场可能并没有 他们之前画的那个饼没有那么大 其实这个一开始 是美国的一些可能科技媒体 或者是这种华尔街的这种媒体 对瑞幸其实是一个特别兴奋的 在报道他们 然后很多其实投资人 其实还是蛮谨慎的 对 看哪些投资人了 因为当然我们也看到相当一大部分的 后来的投资者都是一些定级的 华尔街的基金 我觉得媒体特别喜欢讲 瑞幸这个故事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听得懂 对不对 如果你去拉一个 比方说拼多多啊 或者什么去头条啊 这些公司就是海外的人 根本就看不懂的 你要讲好大 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个introduction 对不对 别人才能听得懂 可是如果你是瑞幸的话 你一上去一讲 啊星巴克 大家一下马上就知道了 那所以是不是也能说明 其实瑞幸还是特别会讲故事 不仅仅是把故事这个 讲到让这个中国投资人 就早期的一级市场投资人 特别相信他们 然后整个华尔街 二级市场投资人 也有很多一 很大一部分吧 然后也相信了他们 包括这媒体 我觉得非常是 非常会讲故事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都被 自己讲的故事给误导了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播客就做了 一级关于瑞幸的故事 因为就像我讲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 我们当时18年 去看这个公司的时候 上你可以看到 国内的很多媒体都说 他们的战略到底是什么 有很多人认为 他的战略可能是做 企业方面的服务 2B 因为他上在页面上 有一个企业服务 然后你去打电话 反正有人去尝试打电话 上他们还是很 很愿意来给你做 这个公司的咖啡送地 然后呢我个人以为 他们是想做那些 Cloud Kitchen 中文叫什么 中央厨房或者云厨房 就是这种共享厨房 这样子对吧 对对对 我是以为他们可能的意思 是去做一个 类似Cloud Kitchen的一个concept 那我当时觉得 这个可能还有戏吧 对不对 你可以从咖啡 大家都认识的一个 然后又是特别标准化的产品 来做 然后慢慢来开展到 其他的食品 可是他们后来没有这么做 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说 他们觉得我们讲星巴克 这三个字 就可以拿到这么多的钱 和这么多的投资人 那我们还需要做其他事情吗 可能就不需要了 我记得当时他在上市的时候 我就觉得18个月 简直是这个创造了奇迹了 那 是的 对 然后我就也看了很多一些其他的媒体 然后很多人也是在怀疑了 然后到底这个数据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也不断的有人在分析 他们补贴了多少钱 那其实他们又拿了多少钱 在亏了多少钱 然后大家肯定都是在说 他们其实是一个这种敏捷供应链 我们能把这个咖啡豆 怎么样迅速的 这个从供应商那里 然后运算的非常的好 然后怎么及时的这个送到我们门店 然后再卖给消费者 他把这个故事这个讲得非常好 说还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系统 然后给别的这个咖啡店 所以他们其实故事讲了很多 对 那我觉得他是国内的媒体 我觉得在海外的媒体 他的故事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 真的就是说我们是新发客 你看所有的 像今天我用推特 我用推特 我就发了这个 瑞幸这个造假的这件事情 然后就有很多人回复我说 你看 你看以前我们西方媒体是怎么评价这个公司的 然后就有各种 超越星巴克了 等等等等 门店超越星巴克 然后这个季度门店又比星巴克多几倍几倍 这样子的一些话语 所以我觉得他在西方媒体 大家很多人 就是大众至少对他的认识 还是就是咖啡店 并没有这些什么供应链 就像我们想的那种很复杂的 很数据化的东西没有 那可能我觉得是不是西方媒体 他们缺失的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认知 像你刚才讲的 中国人摄取咖啡因 还是主要通过茶 那如果这是一个最大的认知障碍的话 美国人其实就只能把它比成星巴克 他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但中国人就觉得 我得想起别的故事了 是不是 对我觉得有可能 我这个瑞幸这个公司 实际上我之前做了一个interview 我做了一个访谈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问我 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做TechBus 那我说实际上我会在中文媒体和中文投资圈 看到的一些信息非常 就是跟在美国投资圈看到的信息 会有些时候 他们在讲同一个公司的时候 会重点第一非常不一样 或者就甚至整个故事非常不一样 那那个访问者就问我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那我举的就是瑞幸 我就觉得 这个不只是媒体是用户啊 和其他投资者啊 对这个公司的认知就非常 基本上相反的 或者是他们可能在 在美国这边的这个PR部门 然后也是找的非常有利的这样的团队 所以把这个故事同时也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有认真考虑过 因为有不同中国互联网公司的PR部门来找我 很多人就觉得啊 我们公司这么好 为什么美国 美国媒体或者投资者 还是一直的就是误解我们在做的事情 为什么每次都要给他们讲同样的故事 然后他们还是听不懂 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PR人才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有很多做中概股PR的人 都非常好 只是说他这个故事就是太复杂了 你就你作为一个 比方说你是个纽约的对冲基金的管理人 你让你去理解一个国内三线城市的人 就是去晚上休闲的时间去做些什么事情 去跳港场舞啊 去那个刷去头条啊什么的 你根本就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那所以其实瑞幸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挺多事情的 我觉得一个是怎么样把故事讲得越简单越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海外的团队 然后说不定是 但是我我觉得像是湘元是收了他们钱吗 还是湘元其实就是没有把这个禁调做好 湘元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的 湘元第一他们很大的一个战略也是做控公司 所以他们没有理由说是 我不觉得就是湘元是收了他们的钱或者怎么样 doesn't make sense 他们看的那份报告 就像我讲的你去对比浑水的那个报告 就相对来说简陋非常多 实际上你按照他们收到那个报告的话 你也会发现至少在每杯价格和每天的这个客油量啊等等 都是普遍超于瑞幸披露的这个数据或者你从APP上可以调出来的数据 所以他们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可是就像你讲他们可能觉得这不这可能是一个第一不够大的差异 或者他觉得还是不够影响就是没有影响到瑞幸整个的发展 他是觉得这个故事可能有一点太夸张了 以至于他不可能是真的就这种想法 很有可能 因为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本人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会觉得哇 动了一千多个人将近两千个人去做这个禁职调查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比如说他的录像啊 如果有十分钟这个录像卡住了 他会把那个整个录像都给删掉 就是不采取这个数据 所以他做的是非常严谨的 就严谨到我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 就是每一个披露他都想到了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这可能是星巴克做的 哇 哇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不代表本台意见 不需要是星巴克做的 星巴克的这个投资者做的就可以了 不过实际上他们没有影响到星巴克的股价那么多了 毕竟中国虽然是星巴克的第二大市场 也不是全部的市场 对确实有一些影响 然后我记得每一个星巴克 每次他们做投资人 季度报告的时候 都会有人问啊 这个Racing对你们的打击有没有很大 可是我觉得他们管理团队每次回答上都很好 所以可能不至于吧 那么那么怕 就随便猜一下 那会挺有趣的 那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这个马瑞来做过我们的节目 和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了这个美国的一些投资人 和美国的这个媒体对瑞幸的一些看法 然后谢谢 Thank you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期节目除了主播和嘉宾的努力 也感谢我们团队的迪卡布利辛和Luke 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节目后期制作 还感谢小爱 小爱帮忙把音频上传到所有的平台 他同时也是生小英这个账号背后的小伙伴 请大家也在您所喜爱的音频平台上 订阅《硅谷早知道》新的一季 关键词是《硅谷早知道》第四季 或者帮我们点赞打分 如果觉得节目有价值 也请转发给您一两位朋友们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